嘿,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最近还好吗? 2021年3月,我发布了第一篇关于失恋大师的文章。 今天的视频是这个系列的第六部分,同时也是最终章。 那么,让我们从一个温暖的拥抱开始吧。 当我凝视内在的自己,我看到了一个流泪的女人和一个受伤的孩童。 在这里,我没有开诉苦大会的欲望,我也不希望在我的评论里有人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。 当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伤口时,伤口就在那时被疗愈。 当我们感触到情绪时,我们的情绪在那一刻就被释放。 万事万物都是中性的,即使所谓负面情绪,那都是疗愈我们的天使。 我不想去探讨为什么我们会焦虑,为什么我们会回避。 因为我的答案永远在问题的背后,只有当过去的经历还在折磨我时, 它就还没过去。 如果我是蝴蝶,为什么我还要做毛毛虫留在茧里? 如果我是一条蛇,我注定要褪皮,那为什么我还紧抓着没用的蛇皮不放呢? 我们心怀焦虑,追赶的永远是自己。 我们拼命狂奔逃避的,也永远是自己。 当我们期待有一只手握住我们的手,我们有没有真正握住自己的手? 告诉自己,嘿,我真棒! 当我们期待一个拥抱,那我们有没有适去自己的眼泪? 有没有给受伤的孩童一个温暖的拥抱呢? 曾经,我以为我只是大海上的一夜偏舟,我需要时刻担心大海上的惊涛骇浪。 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我才是大海,我拥有那个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瞬间,让一切平静的力量。 曾经,我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倍感无力的女人。 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女性的躯壳只是我的外在表现性质。 在我的心里,同时存在男人和女人。 我看着她们一天天成长,变得温柔、坚定、强大。 曾经,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被丢弃被忽略的孩童。 直到有一天,当我陪着那个孩童时,我看到她在我的注视下,肆意描绘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 马可·奥瑞刘的陈思路诞生于《安玛劳盾》中,灵魂升怀于外界环境的动荡不安和失望痛苦。 作为我自己的陈思路,失恋大师的出现,源于当时一次巨大的打击。 回首过去的一年多,我从告别受害者的身份,在静东发现自己,大声宣布我的存在,到今天,破茧成蝶,迎来新生。 整个过程并非意识,幸运的是,我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,而且我从未停止疗愈自己,改变自己,创造美好生活的角度。 灵魂的旅程是没有终点的,永远前进的,自我发现之旅就像不断地潜入大海深处,水压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,看到的景色也会越来越广阔和震撼。 曾经,我想从别人身上获得的一切,实际上都在我自己心里,我的美好远超我的想象,我就是那个温柔强大,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的人。 在这一刻,我知道,当我和自己待在一起时,我很舒服,我是自己的大海。 当我和别人在一起时,我们都能感到幸福愉悦,因为我们都是小水滴,我们都回归宽广的大海。 家在哪里呢? 很多人说自己来自远方,来自星星,曾经我也有过这种孤独感,但现在我知道,家就在我的心里。 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。 如果没有离开,你会给大家留意,那边就会在一起时,我们会在一起时,我们就会在一起时,我们在一起时,会是应该离开香港的事情。 那些东西。 我们都不在习近时,会在一起时,没有我们要离开。 我们都不在习近时,我们都会在一起时,我们就会帮着看看,今天可以在一起时,让我们不能在一起时,会有屏幕离开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